大家好 歡迎來到子安卓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8件我在蝦皮入手的單品推薦 不過不用擔心 雖然是合作影片 但今天的每樣單品 都是我自己一件一件挑選出來的 那在10月初 蝦皮跟很多店家 都會準備一系列的秋冬折扣 特別是10月2號到10月4號 每天都會有力度很大的優惠 價位我都抓在1000元左右 算是我覺得比較經濟實惠 而且偷跟大家說 每一件的實力都超強的 那全部的8樣單品 我們會做成3套穿搭 如果大家最近有在考慮一些 秋冬單品的話 就可以參考今天的影片 然後每一件 我都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裡面 好啦 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 首先第一套穿搭 是最容易的日系休閒風 要來跟大家分享褲子 還有鞋背包 第一條褲子呢 是來自Playme的氣球鞋紋寬褲 說到實體之後 這個顏色真的是超美 因為我平常是習慣穿黑色的上衣嘛 這次就挑選比較特別的松綠色 我覺得很多台灣男生 想要穿出所謂的日系感 可以從兩個地方開始下手 第一點就是顏色的變化 大家可以先從百搭色開始 如果你習慣穿海軍藍的話 就可以嘗試灰藍色 如果你習慣穿軍綠 那就可以嘗試看這種松綠色 就算你今天穿得很素 別人看到你也會覺得 喔 這個男生好像蠻有品味的 再來第二點就是寬鬆的輪廓 我覺得日系休閒感的精髓 就是在於你上衣跟褲子的那種飄逸感 大家在買衣服的時候 就可以調這種寬版的設計 比較容易達到所謂的飄逸感 這件氣球褲雖然它超寬 褲管超大 但是它的長度 我覺得拿捏的是很剛好 在褲腳的地方也有做收窄 整體是寬鬆 但穿上身不會有那種邋遢的休閒感 以1000出的價格 它的版型其實讓我還蠻驚艷的 鞋子的部分我就搭配了一雙馬丁鞋 來穿出日系休閒的成熟感 那可惜的是 這件它是沒有辦法細皮帶的 因為它沒有做酷兒 雖然裡面是有副抽繩啦 但我覺得有皮帶的話 還是可以給你的造型增加一些亮點 算是一點點的美中不足啦 再來是包包的部分 我自己觀察到很多的日本男生 他們都喜歡背這種鞋背包 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包 是來自台灣的品牌Matchwood 原本我想說他們家的包包看起來都有點偏軍裝 後來查了一下 發現這件的設計原型 其實是一件軍裝背心 戰術背心那種 怎麼樣還蠻像的吧 它的材質是用這種防潑水的尼龍布 而且還做了抗撕裂的格紋 第一眼看到它我覺得會不會有點太軍裝啊 沒想到實際背起來 欸 它意外的跟這種日系休閒感很搭欸 它在正面一共做了三個口袋 方便放一些隨身小物 包包開口的地方還做了一顆安全扣 就不怕裡面裝的東西會掉出來 然後它蠻酷的喔 上面這個鞋背包的背帶啊 它其實是做這種可拆式的設計 所以它拆掉之後除了平常鞋背之外 也可以當作一個這樣拿的手提包 那這顆Matchwood的包包 還有剛才的Playme寬褲 兩件都是在1200左右的價位 我覺得以這個價位 兩件都是非常划算的選擇 推薦給各位啦 帶來第二套穿搭是很多穿搭老手都喜歡的美式工裝風 要分享的是超帥的外套 還有這件牛仔褲 這兩件飛行外套還有牛仔褲 都是來自馬登工裝 直接講結論好了 這兩件我都超愛 首先來分享這一個軍綠色的飛行外套 我們翻到背面來 它這個老虎的刺繡 第一眼就讓我覺得太帥了吧 後來我去研究了一下 發現它其實是復刻了二戰時期 空軍的飛虎隊所做的一件外套 仔細看的話上面的字就寫著Flying Tiger 還有下面的中文字如虎天翼嘛 那我們翻到正面 它在胸前的地方也做了一個 這應該是老虎的爪子吧 但是遠看的話也會有點像一個小尾巴 我覺得超可愛的 通常這一種A2空軍外套 應該都要穿比較寬短的造型 會比較好看 只是那個時候網購就想說怕買太小 拿了XL號穿上身真的有點太大了 如果你不是想穿oversize 跟我一樣175的話 拿L號上下應該就OK了 再來是它表面的這個尼龍材質 是帶有一點厚度的 內裡的部分也做了網布 是一件很適合在秋天穿的薄外套 重點是這一件的價格 居然只要1299 1299我可以買到這種材質設計 還有背後這個超帥的四袖 我覺得真的是CP值爆表了吧 再來第二件還有這一條牛仔褲 它是做了這種雙膝伐木褲的設計 那我自己在牛仔褲看多之後 現在遇到這種平價牛仔褲啊 雖然不會說出來 但心裡就是有一種默默的鄙視感 但是這次收到這條雙膝褲 老實說意外讓我很滿意 這種雙膝褲原本是給像工人或是伐木工 拿來做出火用的 現在就是單純的好看啦 而且它的縫線都做這種白色的 如果是平價牛仔褲要做這種跳色設計 一般來說都是自爆行為 因為只要你的做工一差 就很容易可以觀察的出來 但這件你仔細看 它的縫線真的非常整齊耶 加上褲頭的這一顆 五金扣牛仔褲的磅束 比它1099的價格 我覺得真的算是很高的標準了 那唯一可惜的是 雖然它整件是做比較寬鬆的版型 是我喜歡的 但穿到身之後 總覺得它的錐型褲管 沒有那麼的自然 也許只是我的身型不太適合喔 不過就我自己穿起來 版型的話我只能給到可能80分吧 其他人如果能穿到100分的話 那恭喜你 我覺得也很不錯 除此之外呢 這件馬登的牛仔褲 還有飛行外套 一千元的價位真的是超級滿意 推薦給大家 再來第三道穿搭 是我最近常穿的街頭風 要來跟大家分享身上的帽子 大雪梯還有小包 首先是這件大雪梯 欸 有點壯色耶 換一件好了 首先是這件水起做舊的大雪梯 來自法國品牌Palladium 沒錯 就是那個做防水軍靴的Palladium 這次我才發現 喔 他們居然有出衣服耶 而且他們家的衣服意外的 比我想像中好看非常多 通常這種鞋子品牌出的衣服啊 最怕就是那種身上logo超多 而且五顏六色的 穿的身走在路上就很像一個廣告看板 你知道嗎 但這一件他就做得非常的低調 只有在胸前用潮血刺上了一個Palladium 而且還是同色系的 非常有設計感 重點還是這件大雪梯的水洗 你看他整體的色調 還有像在林口縫線跟袖子的地方 我覺得都有把這種做舊的精髓給呈現出來 我自己是超級滿意的 加上他的板型也是偏寬短 這件我只拿到M號 就可以穿出很強的接頭感 而且翻過來 他在裡面也是沒有做刷毛的 我個人也是喜歡這種沒有刷毛的大雪梯啦 至少在台灣的冬天比較可以穿得住 再來是這一頂帽子 他是來自Screwcap的New Era拼接棒球帽 這種陽雞隊的帽子我已經買了超多頂了 因為他在日常搭配上真的是非常的容易 基本上不太可能出錯啦 這次我想選特別一點就挑這個拼接的款式 他的綠色是帶有一點灰色調 搭配這個黑色的帽顏 還有黑白陽雞我真的覺得超帥 剛好也很搭配我今天整身的穿搭 很多人其實第一次買New Era的帽子都不知道怎麼挑 那推薦大家可以選這種920的款式 但是我自己最推薦也是我覺得最百搭的 尤其對我們這種圓臉啊 戴上去就會比較修飾的效果 不會覺得臉頰肉這邊腫腫的 再來最後一樣 就是這一顆來自The North Face的小包 其實這種方形造型的小包 我自己就有很多顆了 會特別看上它是因為 它的表面看到嗎 是這種會反光的防水布材質 我覺得這種設計超有outdoor感的 那它的背帶一樣是做了可拆式的設計 全部拆下來之後在小包的後面 還有做了一個D型扣 你也可以把這個小包單獨扣在你的背包上 而且它的背帶整條都印上了The North Face的字樣 如果你覺得背帶太花的話 稍等一下 因為它的印花只有印在其中一面 所以只要簡單翻個面 它就可以變成素色的卡其色背帶 一顆包包就有兩種不同的造型 算是一個小技巧分享給大家 那這一顆The North Face 還有剛才的Palladium 都可以在蝦皮的Find New上面找到 小包的話一樣是1200多的價位 但是這件Palladium就稍微貴了一點 要台幣2200 不過它的整體厚棒跟質感 我覺得也完全值得啦 另外還有這一套的牛仔褲跟項鍊 都是我自己花錢在蝦皮上面買的 因為蝦皮時不時就有一些折扣嘛 偶爾你就可以找到像9折或95折的優惠券 長期買下來也是省一筆錢啦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也把兩件的連結放在資訊欄裡面 OK 最後再加碼分享一頂Stuicy的毛帽 同樣是來自Screw Cap 老實說現在的天氣拿毛帽穿搭 我是覺得有點太早了啦 但大家要知道 Stuicy在最近一兩年是變得越來越搶手 如果覺得他們家衣服太貴 那這一種帽子呢 就是很適合入門的一樣單品 如果是喜歡Stuicy的觀眾 那這一頂也是很值得推薦給各位 好 就再幫大家整理一下 這次我開箱的單品呢 有來自 Play Me Match Wood 馬登工裝 Find New 還有Screw Cap 記得大家要點開下面的資訊欄 裡面我會放上所有單品的連結 還有我買的顏色尺寸 所有資訊都在底下的資訊欄裡 然後這次蝦皮的時尚週活動 從10月2號到4號 分別有蝦幣回饋最高30% 買就送品牌好禮 還有一日獻牆的五折券 以上資訊都把大家整理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買的開心 然後買到屬於自己的單品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Bye